女人正要上楼却听到暗处的声音声 她在门缝看到家里的女仆和一个男人偷偷混在一起 看到这一幕 她惊呆得无法动弹 直到听到婆婆的叫声 她才缓过神来匆忙上了楼 婆婆抱怨女仆不见了好一会 这时女仆才出现一起帮安娜把老太太扶上了床 安娜和丈夫结婚多年 身为律师的丈夫将大部分的精力都放在了工作上 安娜感到非常寂寞 她十分想要一个孩子 可她的肚子却一直没有动静 与此同时 安娜还肩负着照顾病重婆婆的重任 每日没有丈夫的关爱和一成不变的生活 让她倍感压抑 婆婆总是抱怨安娜无法生孩子 否则儿子晚上就不会总是和胡朋狗友聊天到很晚才回家 可怜的女仆从小在农村长大 她有八个兄弟 打小她就天天挨母亲的揍 那时家里没有浴室 他们在厨房的木桶里洗澡 此刻安娜的浴室里热气腾腾 在温暖的浴缸中 安娜非常舒服 女仆尽心地服侍着女主人 她每日细心地给安娜洗澡 帮她擦拭干身体和头发 等她上床后又给她按摩帮她入眠 安娜仿佛非常享受这一切 这天女仆带着安娜回到她家 乡下热闹极了 孩子们在丰收的玉米上玩耍 女人们在边包壁子边聊天 女仆的母亲夸赞安娜非常漂亮 并问起她生了几个孩子 这正说到她的痛处 安娜尴尬地低下了头 女仆拉着安娜来到牛棚 她熟练地挤出新鲜的牛奶 但随着母牛的体温 女仆给安娜送上让她品尝 他们一起到一个无人去的水塘 女仆脱下长袜走了进去 她撩拨着水让安娜也下来 她说小时候她经常来这里 只有在这才能看到自己的身体 因为家里没有镜子 安娜则说她从小在修道院长大 那时候她们都穿着肥大的衣服 她们看着倒映在水塘中自己迷人的身体 两人叨着对方的面 各自完成了释放自己身体的游戏 而此刻两个女人也在心中埋下了对方的小秘密 她们似乎没有了主仆关系 像闺蜜一样开心地在水中嬉戏 安娜的丈夫越来越忙碌 每日除了帮人打官司 她还进入了政界 更没有时间关心安娜每天在做什么 不仅如此她还没完没了地出差 婆婆也越来越挑剔 安娜对她的照顾不周 这让安娜很是无奈 这天安娜无意看到女仆 偷偷卷走了丈夫称一下的钞票 谁知第二天清晨丈夫就问起 前几天在称一下放的五万里拉怎么不见了 安娜连忙撒谎说自己拿去买东西了 本想告诉她 但是忘记了 丈夫才表示知道钱的去向就好 果然女仆来感谢她 安娜说这是我最后一次替你说话 以后再也不许发生这样的事 晚上丈夫我也表示最近对妻子的忽视 邀请安娜一起去外面吃晚饭 安娜问起丈夫对女仆有何看法 丈夫说她对母亲很好 家里也打扫得很干净 她很有耐心 并问安娜是有什么事隐瞒她吗 安娜表示没有什么 只是两人从来没有聊过她而已 那天在楼角和女仆一起的男孩来看她 趁着安娜给婆婆读报纸的功夫 男孩不停地聊过着女仆 企图想最后占有她 然而女仆却一直掌握分寸 不让男孩得逞 谁知安娜下楼又看到了这一幕 女仆知道安娜在注视自己 她仿佛更加肆无忌惮 晚上安娜和女仆一起去舞厅跳舞打发无聊 她不喜欢这昏暗的场合 陌生的猥琐男还企图占她便宜 安娜一次次地躲开男人 但男人却更加过分 忍无可忍的安娜推开她跑了出去 可在街上她却被一个男人开车尾随搭讪 男人停下车追上安娜 继续骚扰她 不得已安娜为了甩开她 打点丈夫电话 她说自己在市中心一家咖啡店 问她是否能来接她 可同事却着急地叫走了丈夫继续回去忙碌 安娜无奈地挂断电话 分不清是报复还是什么 安娜一出电话亭就上了男人的车 和她发生了不该发生的事 后悔不已的安娜回家后拼命想洗掉身上的痕迹 突然女仆不停敲门 安娜终于打开房门 女仆说我以为你是我的朋友 总是尽力取悦你 本来即生气又后悔的安娜 直接给了她一个耳光 女仆气愤地转身离开 这天安娜丈夫邀请一对夫妻共享晚餐 他们谈论起时代和战争 带给人们生活的变化 女仆问是否还要加点咖啡 安娜指责她不该打断他们的谈话 女仆在收拾餐具时 又故意将残渣倒在女客人身上 这让安娜夫妻非常尴尬 安娜说你要累了就去休息 明天是你上工的最后一天 女仆故意推下了一叠刚刚洗干净的盘子 他们低头捡起地上的碎片 安娜不禁笑了起来 女仆也用笑容回应她 两人似乎又和郝如初 白天他们关上了门窗 在家里玩起了捉迷藏的游戏 安娜跑到地下室 突然女仆从破旧的柜子里钻出 抓住了她的头发 她喊给安娜戴上了眼罩 在原地转了几圈后 她故意用声音引诱安娜 她高高地举起花瓶 故意扔在安娜脚下摔成碎片 她还把椅子横在安娜面前把它绊倒 安娜刚站起身来 女仆又拿水壶砸向她 她朝安娜扔了好多东西 婆婆听到楼下的声音后 拖着伤腿下来查看 恰巧此时安娜也上了楼 她在外面一推门 婆婆重重地倒在地上 女仆连忙去查看 才知道她就这样咽了气 他们为婆婆举办了葬礼 丈夫并不知道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 还以为母亲是自然死亡 临出差前 她还安慰安娜不要伤心过度 独自回家的安娜在街上 碰到了舞厅门口遇到的那个男人 男人看到安娜马上去打招呼 但安娜却装作并不认识她 当安娜再次回头时 看到了男人正在和女仆聊天 女仆得知了男人和安娜那天晚上发生的事 为了报复安娜 女仆偷偷叫男人晚上来家里 她悄悄打开房门 故意不让男人叫醒看电视睡着的安娜 绕过了客厅 他们来到了女仆的房间 突然电话铃响起 安娜接通了丈夫的电话说 自己好久才结实因为刚才睡着了 她劝刚丧母的丈夫振作起来 这时女仆听到了安娜的脚步声 她打开了房门 刚进门的安娜就被男人捂住了嘴压倒在地上 女仆帮这个罪恶的男人把安娜绑在椅子上 她威胁安娜 你一定不想你丈夫知道她的母亲是如何死的吧 安娜只好任由他们摆布 三人一起度过了难堪的一夜 没几天女仆就被辞退 这个乡下女孩提着箱子离开了主顾的家 邻居说女仆未婚先孕 被赶出了家门 而安娜的生活仿佛更加美好 她重新粉刷了房子 开始她的新生活 因为她怀孕了 丈夫渴望多年一直想要的孩子快点出生 她抱着安娜说 妈妈一定会替我们开心 这时门铃响起 一个新女仆风尘仆仆的赶来开始工作 此时1986年意大利法国合拍电影《堕落剧中》 这是法国女星弗洛伦·斯格林 从影以来尺度最大的一部影片 同时也是她的颜值巅峰 23岁的她在影片中简直美爆 电影画面精美 女仆也同样美艳至极 两人上演了邪恶女仆和堕落人妻的故事 当两个女人关系亲密又疏离后 巨大的恶从心中萌芽 最独不过富人心 在无法跨越的阶层背景下 再加上触及利益和矛盾之后 底层的人往往爆发的恶是无法想象的 虽然女仆被解雇 然而女主遭受的一系列打击全是她精心设计 女仆对女主的复杂感情 包含着憎恶与羡慕 猜嫌与失望 虚弱与妒忌 这一切让她丧失理智和良知 表面风骚 却从来没有真正把自己交付给任何人的女仆 在报复女主的同时 自己在那晚也被女主故意配合男人 被玷污而怀孕 最终被赶出家门 可女主虽然最后有了生孕但婆婆的死 何不是自己丈夫的孩子 也必然成为伴随她一生永远无法擦掉的痛 这真是不难以揣测女人复杂心思的电影 虽说女人何苦为难女人 但最后两个塑料姐妹花将对方都伤到 体无完肤也算大快人心 专注大女主爱情及传记类题材电影 关注我 好片不迷路 带你解读不一样的爱